第1231章 这倒是让鹿州想起了地球历史上的张良 二者有相似之处 大都城 鹿府 斯乌牙上前道 家是要见鹿将军 翻请通报一声 说着 塞了一顶金子 钱财对斯乌牙这样的修行者而言早已无用 那守门人倒是眼前一亮 说 请稍等 很快 守门人带着老管家缓缓而来 不得不说 鹿府不是一般人家的府邸 虽在大都城 却是单独占地 建筑恢弘 台阶极多 在都城建造府邸 台阶是地位的象征 谁要见老爷 老管家大富翩翩 斯乌牙摇了摇头 看样子还得贿赂一通啊 谁知 那老管家站在大门前 眼睛眯着 向前一看 目光略过斯乌牙 落在了鹿舟身上 眼前一亮 好眼熟啊 这老管家懂得修行 是鹿府前级的高手 跟随鹿千山多年 也是个极其谨慎的人 他就是觉得这年轻人眼熟不已 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管家 要是不愿意见 我就打发他们离开 老管家挥挥手 让下人退下 他连忙抓起厂牌 走下台阶 在距离鹿舟数米的地方停住 眼熟 太眼熟了 你认得老夫 鹿舟也觉得他的眼神有些奇怪 老管家抓耳挠塞 谨慎起见 他问道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老夫姓鹿 本姓本家啊 老管家脑袋像是江湖似的 隐约想到了什么 里边请 我这就去找老爷 在老管家的引领下 二人入了鹿府 单走廊就有数百米之长 堪避皇家内院 入了客厅 老管家便匆忙离开 一路挤走 来到了鹿千山的书房外 他想了想 还是推门而入 书房内没有人 也没有鹿千山的影子 鹿千山说过 书房是重地 闲杂人等不得擅自入内 但现在老管家顾不得那么多了 老管家咬着牙来到屏风内 抬头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画像 那画像玉树临风 身姿凛凛 双手附在身后 立于高山之巅 俯瞰苍茫大地 气势浑厚 散发着亡者之气 这 这 怎么可能 老管家浑身俱颤 直接瘫坐了下去 宽敞明亮的客厅中 丝无涯若有所思 师父 徒儿怀疑这里有陷阱 陷阱 像鹿千山的身份 要见他人非常艰难 徒儿已经想好了三种备用方法 保证您可以见到他 但徒儿 只是了一顶金字 这很不合理 无需理会 为师的目的是要拿蓝水晶 师父说的是 不管什么阴谋诡计 在您这里都不管用 二人等了好一会儿 不见管家归来 鹿州正今微坐闭目养神 思无涯则是在屋内来回夺步 等待着老管家和鹿千山出现 思无涯左右观察了下 厅内的柱子皆是红色 上课有各种文饰 文路清晰可见 四周的字画皆有讲究 师父 这鹿千山有点意思啊 何意啊 他明明是一介武夫 却弄了个文人喜好的场所 风花雪月 梅兰卓菊一样不少 嗨 不入流的古物罢了 凡尘俗物 自然入不得师父的法眼 修行界比得自然是修行里的东西 这鹿千山修为不弱 地位尊崇 整天摆弄这些玩意儿 的确有些奇怪 大户人家的规矩也很清晰明了 有老管家带他们进来 丝毫没有不开眼的下人敢多说什么 最多就是老管家吩咐的下人 恭恭敬敬 端茶地水 书房内 老管家抑制住激动的情绪 颤颤巍巍起身 仔仔细细地又将那幅画看了一遍 这是鹿千山隔三差五就要供奉的画像 老管家侍奉鹿千山数百年 知道鹿千山的习惯 知道这幅画的没有忌人 每当鹿千山遇到困难 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 都会瞻仰这幅画 如今这幅画里的人竟走出来了 他如何不惊 咣当一声 门被巨力撞开 好酒 你好大的胆子 一声抱贺袭来 老管家连忙转身看了过去 只瞧见鹿千山面带愤怒 副手踏入书房 怒瞪着自己 老 老爷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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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着墙壁上的画像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鹿千山生气道 我早说过 不允许任何人踏入书房 你把我的画当耳旁风 鹿家是不比以前了 老江啊 我视你为心腹 连你也要背叛我 不是那事儿 老爷 画像 画像上的人 他 他来了 老管家不知道如何称呼那画像之人 这里面的关系极其复杂 只能用他来称呼 说出这句话 老管家长出了一口气 舒服多了 鹿千山却不以为然 老江 你觉得我老了 老爷 我没说瞎话 那人就在客厅 我就是觉得奇怪 这 这 这 才第一时间 闯入您的书房全人 老奴 老奴生怕认错了人 才逾越了规矩 老爷 老奴跟随您这么多年 您还不知道老奴吗 说着说着 声泪俱下跪了下去 鹿千山危政 老实说 刚才他有些失去了理智 正好今天遇上了烦心事 回来就在怒火上 本想回书房冷静冷静 礼礼思绪 老江跟随他多年 知根知底 要是背叛的话 早就背叛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你说的是真的 老爷 您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鹿千山点了下头 扫了一眼墙上的画像 然后转身离开 两人一拄一扑 急步穿过走廊 来到了客厅外 他停了下来 理了理头发 长袍 清了清嗓子 这才步入大门 同时给自己打了预防针 应该只是长得像 绝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啊 踏入客厅 鹿千山便看到了客厅内两人 丝无雅 以及那像极了画像中人的鹿舟 他一时呆立当场 差点没站稳 老管家顺势扶住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章 鹿舟和丝无雅的目光寻来 看到了鹿千山 一身的鹦鹉气势 身材高大 骨骼健壮 饱含武将风采 正要开口 鹿千山先到 是您 鹿舟和丝无雅疑惑不解 你认得老夫 这不开口也就罢了 一开口 鹿千山又颤了一下 差点飙出热泪 激动着 鸡 鸡如此像像 太像了 像谁啊 鹿千山激动了好一会儿 才平复了下来 抱歉 真是抱歉 已失失态 他正式步入客厅中 朝着二人见礼 收敛刚才激动的表情 他好歹是纵横沙场 多年的老将军 一身的修为深不可测 能很快驾驭住 这样的场合 他还算理智 不会以为眼前之人 长得和画像一样 就将其当成画像中人 鹿千山倒 敢问两位如何称呼 老夫姓鹿 哦 鹿 鹿千山心中激动 表情上已经平静了下来 不知两位前来 所为何事啊 听闻你手中有一份蓝水晶 鹿千山一惊 有些惊讶地看着鹿周手 啊 阁下怎么知道 蓝水晶的事 一直都很隐秘 知道这件事的人 屈之可数 鹿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此物在你手中无用 不如交给老夫 为了表示感谢 老夫会给予一些东西 作为补偿 鹿千山眼神复杂地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心脏跳动的速度更快了 你不愿意 鹿周看出了鹿千山表情有些不大对劲了 我能多问两个问题吗 讲 两位来自何方 要此物作甚 如果不是看鹿周 长相和画中人相似 又同姓鹿的话 单靠这上门索要蓝水晶 他可能就直接下逐客令了 斯乌雅回答 我是摩天阁七弟子 斯乌雅 这是家师 鹿千山愣了愣说 啊 两位来自摩天阁 可有凭证 鹿周和斯乌雅 就这么默默地看着他 鹿千山当即道 两位不要误会 我鹿千山做事光明磊落 若是不对的人 就算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交出蓝水晶 若真是摩天阁 此物自当奉上 如你所愿 鹿周忽然出掌 掌心里飘出了一朵蓝帘 看到那飘然而出的蓝帘时 鹿千山目光炙热 蓝帘朝着他推进 鹿千山意识到了 这朵蓝帘是冲着他来的 当即举起双臂 交错格挡 爆发出浑厚的钢器 尽管如此 鹿千山依旧被震得双臂发麻 连连后退 一直退到了客厅中的红色巨柱上 鹿千山也听过黑塔集体降格事件 故而知道蓝帘 知道鹿阁主 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这是摩天阁的阁主 也难怪自称老夫啊 这年轻的模样应该是一荣装束 哎呀 差点闹乌龙了 鹿千山收拾心情 不顾疼痛 躬身低下头说 鹿千山 见过鹿阁主 老夫以前和你见过 鹿阁主 鹿阁主与我没见过 但是鹿阁主与我那侄儿见过呀 侄儿 他叫鹿黎 鹿黎自幼失去双亲 他在鹿府待到五岁左右 便送往蜀记修行去了 后来加入了黑塔 嗯 是你让福文书院的赵洪福 投奔老夫 哎 不知一提 他恍然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当即转身道 老江 把门管好 任何人不得靠近 是 老管家走到厅外守着 将附近的下人全部驱离 鹿千山又道 鹿离失踪以后 我便暗中调查 起初我还以为是鹿阁主所杀 后来我通过黑塔 查到鹿离的命石未灭 便顺着查了下去 我那侄儿与鹰真洛关系不一般 我这才得知 是鹿阁主救了鹿离 赵洪福 是我的一份小小心意 文言 鹿州反倒是没那么着急了 是鹿离的族人 一切都好办了很多 冥冥中自有注定 也难怪出现了这么多巧合 鹿阁主 可否显出真容 毕竟这么面对着自己 一直瞻仰供奉的人 总是感觉怪怪的 这便是老夫的真容 鹿千山一阵无语 四无牙笑道 鹿将军 家师的身份 你已知晓 何必再以容 多此一举 鹿千山一正 好像是这么个理啊 鹿州似乎看出了他表情里的尴尬 你刚才说老夫像谁 这 鹿千山犹豫了下 转念一想 摩天阁要是有恶意的话 鹿里早就死了 更何况 以鹿阁主的修为和实力 何须跟自己废话呢 他回身朝着外面道 老江啊 把画拿来 是 不多时 老管家带着画卷返回客厅 鹿千山接过画像 当着鹿州的面打开 画卷悬空垂落 画像映入眼帘 鹿州和四无牙 现在脑门上写满了问号啊 遇到这种事 谁都得懵逼一阵子 长得像本就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 又何况他们都姓鹿 四无牙是一个极其理性的人 他已经在暗中分析原因 比如 是不是有人在暗处偷画师父的模样 可是这墨迹不像是新鲜的 又比如 这是以前 师父年轻时纵横天下的时候留下的传说 但这里是黑脸 修为境界差得还是有些远的 分析半天也没个头绪 犹如一团浆糊 这是 鲁氏祖上 鹿真人 明通天 鹿州自己也觉得这事太过离奇了 有些难以理解啊 鸡和鹿也碰不到一起啊 用回自己的名字 反而凑巧碰上了 这是为啥 他忽然想起那块记忆水晶 水晶中设置了二十六个拼音字母 这又是为何 你的意思是说 家师长得像你祖宗 我没有骂人的意思 严格来说 并非是祖宗 说来听听 鹿州事情不多 反而对此很好奇 鹿老祖诞生于三万年前 那时天地动荡 时代混乱 鹿老祖出身频繁 却有超凡的修行天赋 不到千年的时间里 镇朔万古 横压无数强敌 与当时志同道合的修行者 结束了动乱时代 向后人世代供奉 他老人家 是真正的镇朔古今啊 金字塔首的人物 关于他老人家的传说 我知道的不多 列祖列宗在上 令子子孙孙守护供奉 到了我这一代 自然也不例外 一万年前开始 使人渐渐淡忘 他老人家的功绩 一些人开始 觊觎他老人家 留下来的东西 为世代坚守 我等后人 全部都改姓为鹿 使其为老祖 说这话时 鹿千山不由地拱起双手 露出敬畏之色 这么说来 你们不是真正的鹿氏子孙 他老人家 修行通天彻地 哪有我这样窝囊的子孙后代啊 反而是我们啊 一直沾了光 受老祖庇护 倒也不愁吃穿 说完 厅内安静下来 鹿千山转头 看向鹿州 当我第一眼呢 看到鹿阁中的时候 真是把我给吓坏了 这天底下竟有 如此长得相像之人 这才有些失态啊 无妨 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三万年 差得有点远啊 又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种事 当成奇温一时听听也就罢了 丝无涯这时插话道 你们在守护什么 信仰 人的一生不能没有信仰 陆氏的信仰 便是自己的祖先 就像是普通人家祭祖一样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和利益挂钩 信仰有时候是一种心灵慰藉 高位先祖 慰藉极深 说到这里 他露出尴尬的笑容 让两位见笑了 挥挥手 老管家将那幅画 送回了书房 很快又折返 信仰祖先没有什么不好 既然误会一解 那蓝水晶何在 这次陆千山 没有让老管家去拿 而是说了句稍等 亲自去了后山 又跃下湖水 在湖心底下 找到特制的锦盒 以身湿透返回客厅 他没有用钢器将水渍蒸干 以示自己的成意 看到那锦盒的时候 陆舟微微点头 你倒是很小心 此物从何处得到的 三百多年前去北域之时 运气好捡到一份 你也参与过太虚计划 只去了外围 没有深入未知之地 当时人类修行者和凶兽混战 死伤惨重 我的野心没那么大 只想获取一些命格之心 却没想到让我有了大机遇啊 我从一头凶手的身躯中 获得蓝水金 后来才知道 这是生长太虚种子的土壤 可惜随着时间流逝 气息逐渐耗尽 哎 假之大不如钱了 那你为什么不设取太虚的气血 我本想将此物献给黑黄 奈何 设取蓝水金难度极高 并非一般人能做到 我只得将其封存 路周满意点头 将那盒子打开 里面安静地躺着一份蓝水金 晶莹剔透 像是万里无云的天空 他将蓝水金取出 任务蓝上的数字 果真出现了变动 第二法身 七七蓝水金 二 杠九 嗯 还算顺利 本以为要使用一些手段 甚至为此 连降格卡都准备拖到了 没想到陆千山和陆离是同宗 他收起蓝水金问道 你愿意将此物赠予老佛 我留着也无用 如今陆家早就大事已去 说不定啊 哪天就被抄家了 这东西送给陆阁主 也算对陆阁主 就陆离的回报 好 老夫最赏识时趣之人 无功不受禄 黑黄那里就交给老夫 这是老夫做事的原则 陆千山文言大喜功身 多谢陆阁主 对了 你可知其他蓝水金的下落 当初的太虚计划流出六份蓝水金 南西河一定有一份 大明王朝那里有一份 还有三份 得问萧云河 也就是黑塔前任塔主 那三份都在他手中 黑还真是小瞧了萧云河 被灭了五命格的情况下 居然能找到三份 只有他了 他是当初太虚计划的幸存者之一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认识萧云河的时候 普普通通 并无奇特的地方 破损的十二命格 以及被降级的武器六棱 彰显了他过去的辉煌 从侧面了解 萧云河的过往 比想象中的辉煌的多 问题是萧云河这家伙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自上次一别 至今也没个消息 你知道萧云河现在何处 陆千山摇摇头表示不知 这事肆无牙手 师父 萧塔主早晚会回黑塔 陆周点点头 那就守株带兔呗 给江九里传信 让他留意此事 江九里不过是个审判 很难决定上层议会的事 况且萧云和师父关系不错 他们巴不得您不知道这事 土耳以为 这事可以和黑塔四长老 吕斯沟通 黑塔集体降格 吕斯毫发未死 为人狡猾 是个臭名昭著的保守派 也是最容易撬动的一类人 嗯 此事交给你 是 黑塔集体降格靠的是太选卡 若是没有这类的卡总觉得不太稳妥 有老七去处理这事应该会好很多 陆周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正要起身离开 老管家从外面跑了进来 老爷 宫里来人了 陆千山站了起来 怒声道 哼 其人太甚 这刚收下他的蓝水晶 要是不问一句实在太无情了些 更何况 这是陆离的本家 祖上和我长得那么像 也算是缘分一场吧 怎么回事啊 像当年我亲率大军 西政一族 踏平多少蛮夷 狠跨整个西部草原 直敌黑海海岸 如今国台命案 用不上我了 都要来割我一道啊 也怪我陆家不争气 怨不得人 就在这时 大厅外 一群人涌了进来 站在宽敞而巨大的院落之中 为首的太监朗声道 陆将军接旨 陆千山懒得理会 而是副手转身 背对外面 老管家急得满脸通红 左右张望 陆将军接旨 又是一声 回荡在整个陆府 这次调动了元气 陆府之中的修行护卫迅速掠来 还有陆府的家眷纷纷到场 那太监公公看到了雍容华贵的陆夫人便讨 陆夫人 陆将军人呢 该出来接旨了 众女眷也不敢替老爷做主 夫人 快劝劝老爷出来接旨吧 抗旨可是大罪 我们陆家承受不起啊 陆府的人议论纷纷面露难色 他们知道陆家在王庭的地位日益下降 也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陆夫人回头对着女眷道 都跟我一起进去 是 众女眷一同涌向客厅 还没上台阶 只听里面传来声音 都不允许进来 陆夫人和众女眷同时止步 陆千山继续道 张公公 圣旨留下 你可以走了 没有亲眼看到陆将军接旨 恐难交差 还望将军不要为难 张公公说 他也只是一名太监 陆千山无奈地走了出来 张公公正要宣读 陆千山上前抓住圣旨 没必要宣读了 我已经截止 见圣旨如见圣上 要不是看在你我私交甚好的份上 当你这忤逆抗旨 就可以致你死罪 张公公 你看本将军是下大的吗 你比那些蛮夷还要凶残 你 本将军纵横杀场的时候 还没你说话的份呢 陆将军 您向我撒气有什么用啊 圣旨不宣也罢 旨意到了便好 我们走 他挥动手中扶尘 转身就要离开这是非之地 他只不过是个公公 有时候仗势欺人 但真要欺负 也不敢欺负到陆家头上 口头上占两句便宜顶天了 慢着 听那传来陆舟平静的声音 张公公一正 他本就是修行高手 听得出来这声音是针对他的 回身看向大厅 两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左边之人覆手而立 右边之人恭敬而战 这是谁 陆家什么时候来的客人 看起来挺年轻的 是大都城大户人家的公子吗 陆府中人面面相去 好在陆舟的画像见过的人很少 没有人觉得奇怪 只有陆千山回身见礼 陆阁主 这年轻人到底是谁呀 他也不可能转过弯来 陆舟抬手 那圣旨从陆千山的手中飞了过去 落入掌心打开一看 上面的内容很简洁 用词倒是为完好听 实则是让他告老还乡 甚至连大都城的府邸都要充公 美其名曰在安南行省打造了更舒适的别院之类云云 看完以后 陆舟随手一扔 那圣旨飘入空中 夜火一升 化为灰烬 这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头 明知是圣旨 还敢忤逆焚烧 难道是白脸的人 修行者到了一定阶段 早就不能以貌取人 越是高层 越知道这个道理 张公公常年跟随陛下 深知这一点 回去告诉你们的皇帝 这圣旨老夫替陆千山抗了 老夫 抗旨 张公公更加奇怪 难道真的像是蓝锡河那样的修行大佬吗 旁边跟随而来的太监 可就没这么好的眼力见了 年轻人 不知天高地厚 胆敢抗旨 陆周看了那人一眼说 陆千山 长嘴 啊 长嘴 长什么嘴啊 陆千山有点懵 可能是平日里畏畏缩缩习惯了 不太适应陆周这见面就刚的作风 不过 他从陆周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什么 当即会议 闪身来到那名太监面前 一掌扇了过去 那太监凌空后翻 脸颊火辣辣的生疼 落地滚了起来 连惨叫声都没发出 这都是陛下的旨意 你就算把我们都杀了 又能怎么样 改变得了结果 陆千山被浇了一盆冷水说不出话来 这时立于台阶上的陆周说 改变得了 改变得了 什么 你要回宫啊 旨意已经传达 我自然要回宫复命 那便一起吧 一起 张公公和陆千山皆是一脑门子黑线 这么直接 这么刚的吗 陆千山 你跟老夫走一趟 陆千山正了正 怎么 你害怕了 哼 我怕他个鸟啊 一起就一起 陆周原本打算 获取了七命格或者八命格的时候 再去一趟大元王厅 但现在看来 时间不等人呢 他现在的实力和修为已经是六命格 有致命一击和降格卡的存在下 即便是十二命格也难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 这类的高手极少 他还有一堆的功德点做后盾 陆千山血液里的躁动因子被点燃了起来 还能比现在情况更差吗 不 不是什么人都 都都可以见圣上的 本将军要见圣上 难道不够 够够够够 张公公收起了仗势七人的嘴脸 他感觉陆千山已经失去了理智 跟这样的人讲不通道理 可能随时他都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来 陆千山回头对着家眷说 都在府里待着 什么人也不许擅自离开 陆府外 马车被骑 张公公 陆周 斯武雅 陆千山四人同城 朝着王都而去 陆周的家眷来到了外面 目送马车离开 老江 那年轻人到底是谁啊 有小妾低声问道 最好别问 老江低声说 陆夫人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还打雅谜 我看那年轻人相貌不凡 长相英俊 言谈举止 不像是普通人家 连老爷都得毕恭毕敬 要是个人物 兴许能来个家族联姻 远儿二八年华 和他很般配 陆夫人看问题的角度 为什么总是这般离奇 老管家很想来一句 他是您陆家的祖宗 但鉴于客厅中发生的一切 忍了下来 点头哈腰道 陆夫人 恐怕不妥 什么不妥 我陆家的千金配不上他 呃 老姜面露蓝色 可能真配 配不上 声音越说越小 生怕陆夫人生气 但是有些东西 最好直接扼杀在摇篮里 以免误会越来越深 陆夫人一正 意识到了什么 看着消失在尽头的马车说 可惜了 第一家二百三十五章 与此同时 红连戒 一片树林中 于尚荣不断测试着法身的高度 经过几天的确认得出结论 当他很轻松自如地控制法身的时候 高度为四十五丈 相当于四命格的修为 开了十一页以后 可以自由变换高度 法身处于五十丈的时候 控制还算自如 这是千戒五命格的修为 当法身处于五十五丈的时候 控制就有些艰难了 换言之 十一页的修为 相当于千戒四到六命格之间 不含四六 于尚荣露出淡笑 传道桥头自然直 他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有没有命格已经无所谓了 那些命格之力 都已经融入到他的骨子里 奇经八脉之中 杀人只靠手中剑即可 远处放炮也不是他的风格 总之 他对现在的状态非常满意 要是继续汲取命格 会怎么样呢 十二页 于尚荣不敢确定 这时林间 几辆马飞旋而来 落在了附近 于尚荣笑道 老伙计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与我回一趟皇城如何 不用担心师父他老人家 走吧 他月上级亮 踏入空中 朝着关内飞去 大元王都 万安宫 陛下 陆将军求见 站在前方把玩着玩物 一身便服的中年男子 便是大元的皇帝 穆尔帖 外界称他为黑皇 陆千山 穆尔帖疑惑地转过身 圣旨不是已经传下去了 他来找朕坐身 张公公的人回信说 陆千山抗旨不遵 当众焚烧了圣旨 此言一出 穆尔帖动作停住 缓缓转过身 看着伏地的太监 回到龙椅上说 传真旨意 致陆千山抗旨之罪 念其昔日有功 流放黑海 永世不得返回王都 是 那太监躬身离开 与此同时 张公公走在前面 为众人带路 一眼望去 几乎看不到皇宫的尽头 数千米内 只有寥寥的一些侍卫 以及宫女太监 陆千山催促道 张公公 你今天走得这么慢 该不会是故意拖延时间吧 您对我虑了 这里是王都 来都来了 我怎么可能耍那些心计呢 话音刚落 四名大内高手 从远处踏空而来 陛下有指 陆千山抗制不遵 不逆犯上 理应死罪 上头的命令到了下面 总是会有些稍微的变化 本将军要见陛下一面 让开 你现在已经是死囚一个 请跟我们走吧 四大高手同时俯冲了下来 陆千山正打算出手 为节省时间 陆周左手臂一抬 横在了他身前 右手抬掌 道门九字真言手印 金光闪闪的手印 将四人击飞 凌空后退 陆千山心神大定 有陆阁主出手 击板稳了 那四大高手 一字排开 凌空俯看 这里是王都 不是仙杂人等撒野的地方 阁下来错地方了 老夫要见的 便是黑黄 陛下是你说 见就能见的 四人俯冲了过来 唉 不识好歹 本以为有陆千山 这样背景的人物 见皇帝很简单 没想到这么麻烦 那就只能出众手了 陆周虚影向前 蓝掌爆发 在帝江的命格之力加成下 残影闪过四人面前 明明是四掌分开驶出 但由于速度过快 声音几乎一致 一掌一人 每一掌都打在他们的胸口上 护体钢器碎裂 肋骨断开 四人同时倒飞了出去 张公公路千山一阵无语 斯无涯对此见怪不怪 习以为常 家师既然敢来 又岂会惧怕你们这些不入流的大内高手 不入流 这 两位 两位 请跟我来 陛下就在万安宫中 等候两位呢 陆周没有理会那四人 而是拂袖覆手 朝着万安宫走去 大约在万安宫前百米 众人停了下来 前方石板上空十米左右的空中 悬浮着一身棕色盔甲之人 他抱着长剑 微微闭着眼睛 低着头 像是睡着了似的 定格在空中 陆千山说 大内第一高手 鞍色勇士 第一高手 陆周看着那空中纹丝不动 完全静止了的剑客 他可是王都唯一可以配剑的高手 跟刚才的酒囊饭带相比 鞍色强很多 就算是我全省十七 也不是他的对手 陆千山说 拿他自己做对比 反而让人猜不透有多强 全省是多强 最少十明格 最可怕的不是这里 安瑟是从一明格到十明格 只花了不到三百年时间 被誉为未来三百年内 最有希望超过黑塔 夏征荣的高手 夏征荣是黑塔的塔主 不能因为陆周吊打过他 就认为他一无是处 陆周满格太悬状态下 二十连掌打掉他一命格 可见其修为高深 撇开三千六百道道文和他身上的盔甲 要拿走他一命格 也需要十掌的满格太悬之力 大明的国师公孙远旋都吃不了那一招满太悬 同为十二命格 两者差距天渊之别 而眼前 这位所谓的大内第一高手 竟要超过夏征荣 三百年能从一明格到达十明格 已经相当不容易 而且他的剑道上 非常有研究 自创了一套剑道 名为无极剑道 无极剑道 这名字听起来挺唬人哪 可能真的是一位高手 但还不足以令陆周使出道具卡 陆周也在思量 如何应对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实在不行的话 给他一张致命卡 应该能老老实实地震住 张公公笑眯眯道 无极剑道 只有他自己掌握 安瑟勇士的命格种类极其丰富 没有一样重合 最让人敬佩的是 他只有一个初级命格 其他都是中级和高等命格 同为十命格 也得败在他的剑下 张公公的声音尖锐而平缓 像是唱戏一样 还时不时比一下兰花纸 千界分高下 最重要的就是命格 安瑟勇士在三个月前 去过西部草原 斩杀了内里的蛮夷首领 那首领是十一命格的高手 安瑟勇士为大员 立下了汉马功劳 是陛下身边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陆千山点了下头说 他说的的确是这样 我与那马医斗过多年 没想到会被安瑟所杀 他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修行高手啊 张公公再次抬起兰花纸 有些妖娇道 哎呀 陆将军 您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安瑟勇士之所以能斩十一命格 甚至能和十二命格过招 而不落下风 不仅是因为他的无极剑道 而是他有一命格来自未知之地 安瑟的师父 暗魂宗宗主 当年参与太虚计划 获得此命格 暗魂宗宗主身受重伤 带回命格 后来不治身亡 那命格就给了他最得意的徒弟 也就是我们这位安瑟勇士 这话不说也就罢了 一说反而让陆舟来了兴趣 按照既定的策略 一巴掌 让他老老实实一边凉快去 但现在 什么命格 没人知道 因为见到过他施展着命格之力的都死了 安瑟勇士极其精明 不会轻易招惹十二命格高手 故而无人能奈何他 所以现在有勇气挑战陆阁主了 这 应该是陛下的旨意吧 陆千山瞪了他一眼 便朝着前方走去 刚走数米的距离 安瑟睁开了眼睛 眉宇间元气涌动 波浪荡漾 他笔直悬空像是雕塑一样 向前移动了十米左右 声音柔和而缓慢道 我奉陛下旨意 斩你人头 陆千山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遗言 在他眼中 陆千山已经是个死人了 皇帝穆尔帖的本意不想杀他 以免大员王庭落下 泄沫杀驴的骂名 但是陆千山这么刚王庭 不给皇家面子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将军要见陛下一面 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 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我已经收到你的临终遗言 你死后 我会提着你的人头 到陛下面前复命 差不多就别装了 这位是 就在这时 咻咻咻 安瑟身上的佩剑 飞出数百道剑刚 那剑刚带着风浪 拖着肠尾 极为的绚烂夺目 剑刚以诡异的速度和角度 穿插而来 围绕陆千山飞旋 陆千山不得不拍打钢器 将那些苍蝇般的剑刚 全部击飞 但很奇怪的是 那些剑刚越打越多 宛若蝗虫 控制力惊人 碰碰碰 安瑟忽然俯冲 钢器震倒 陆千山凌空翻转 气血翻涌 落地后 又裂且退了树部 脸色煞白 那漫天剑刚 也在顷刻间消失于无形 当年叱咤西部的陆将军 无过而而 安瑟说 陆千山以前何其辉煌 长期积压在心头的不快 被这一句话轻易激怒 顿时失去了理智 冲了上去 踏地前行就像是笨雄一样 石板军裂 大地摇晃 这动静吸引了大内的高手 纷纷掠来 那些高手看到是 黑黄身边的安瑟石 纷纷停住 远处观看 能一睹大内第一高手的风范 也是一种享受 陆将军的最高等命格 便是黑熊 防御天下无双 力量惊人 今日便以此剑 破你命格 安瑟忽然厚非 那长剑再次飞旋了出来 陆舟一直在默默观察 想要看看安瑟的那个命格 到底是什么能力 再做打算 如果价值不大 直接太玄交作人 反之则降格卡 剑纲城阴阳八卦飞旋 配合得天衣无缝 风尾出现了 这是速度类的命格 剑纲上出现了一抹幽光 这是弘击武器和攻击类命格 翁的一声 星盘出现 覆盖安瑟的全身 三角形区域遮住了所有命格 让人看不到开启了多少 光芒流转 安瑟带着星盘忽然横飞而来 陆前山作战经验很丰富 立刻祭出法身 持星盘抵抗 轰的一声 双方碰撞 万安宫地板 裂出数千米的裂缝 陆前山受距离撞击 仰面横飞 伤害不大 但这姿势 安瑟虚影出现 但笑道 再见 陆前山忽然觉得 身子像是无法控制似的 变重了 变沉了 连元气都化作了冰水似的 难以控制 怎么回事 安瑟背后的漫天剑刚 迅猛如风 汇聚成了黑龙之姿 张公公看得面带笑意 情不自禁地点了下头 表情极其暂时 四无牙也没想到 这人的攻击如此诡异 陆前山竟被吊着他 眼看那黑龙要来一招 黑虎掏心 陆周冻了 那黑龙扑来时 狂风和元气肆虐不已 黑龙摆尾 龙头张开大嘴 咬向陆千山 哼的一声 一道蓝色的掌印 挡在了剑刚形成的黑龙面前 黑龙死死地抵着蓝掌 像是磐石在玻璃上对质 滋滋作响 嗯 暗色意识到了不对劲 我家掌印 他向上提升了点高度 看到了掌印的主人 仪表堂堂玉树临风 淡然而立 右手前推的陆周 掌印不动如山 完美地挡住了黑龙 暗色眉头一皱 你不该插手此事 他随手一挥 又是漫天剑纲 形成第二条黑龙 以及黑色星盘 爆发命格之力 陆周抬头 哼 无知 左手悍然甩出高等强化降格卡 那降格卡于空中碎裂 就像是一张金色的网格似的 飘了过去 暗色不为所动 挥剑 网格在 再挥剑 网格还在 再三挥剑 网格纹丝不动 继续飘飞 有点像是牢笼束缚的前奏 暗色意识到了什么 黑龙被撤回 他向后飞 那网格装的东西 猛得像是闪电般扑向暗色 暗色的星盘 砰的一声 被动出现 网格顿时化作五个棱角分明的光阴 飞入星盘 暗色大吃一惊 只觉得星盘不受控制 鼓起一个包来 那包像是人的头颅似的 膨胀的力量 好似随时要爆炸 星盘中竟飞出一颗 晶莹剔透的命格之心 陆舟剑撞大手一收 命格之心飞到他的手上 同时 暗色的五个命格区域 瞬间被诡异的力量填平 不是摧毁 也不是暗淡熄灭 就是直接被填平 就像是从来没有开启过命格 星盘的大小 历时缩小了一圈 暗色猝不及防 丹田气海中的力量 请刻间消散 归于天地之间 修为急速下跌 十命格到五命格 不是对半跌那么简单啊 而是应该被这诡异的力量 吞噬拿走了至少八成的力量 第1237章 暗色无法适应 从空中跌落 砰的一声 双脚踏地 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掌心 他一脸懵逼地 感受着丹田气海的变化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陆千山等人看得是一头雾水 连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斯武雅张公公亦是如此 陆中没有理会 而是端详着手里的命格之心 确熬命格之心 高等 能力 重力 嗯 果然是重力 刚才他在观察 安瑟和陆千山的对敌中 便看出了安瑟的战斗有些诡异 陆千山就是被重力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命格之心啊 用这张卡来换 只赚不赔 唯一可惜的是 这命格之心已经被用了一次 再次使用就不能给徒弟们留了 哎 这样也好 正好我也急缺生命上线啊 万安宫前 凌空悬浮的大内高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条黑龙消失后 一团光芒击中安瑟的星盘 然后 战斗结束了 这还没看过瘾呢 这可是大内第一高手 黑黄陛下身边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安瑟记出了星盘 立于深浅 他仔仔细细端向着星盘上的纹路 用手指抚摸命格纹路 棱角分明的区域还有光滑 一二三四五 没了 第六个 任凭他怎么寻找就是没了 他还没有意识到星盘已经变小了 就像是成菜的盘子一样变小了 缩成放置的鸡蛋数量自然也就少了很多 安瑟手抖着 来回来去的抚摸 不 不 不会这样的 他的理智正在逐渐丧失 他的情绪开始出现明显的波动 一息之间被人夺走最珍贵的东西 这种感觉有多残酷 安瑟回头 怒瞪双目看向了路周 他看到路周手中的命格之心 心脏猛烈地激动了起来 安瑟彻底被愤怒支配了头脑 双脚踏地 持星盘朝着路周俯冲而来 安瑟勇士终于出手了 悬空而立的人有很多 视安瑟为偶像 安瑟动手时 他们也跟着躁动起来 热血澎湃 只听得砰的一声 星盘抵达路周面门前之时 路周掌心推出金掌 将其挡住 安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会突然消失 拼尽全力向前逼近 搁置作响 退 安瑟后仰 落地后滑 石板两开 滑出一条沟壳 安瑟再次冲了过去 留下道道残影 在路周的四周来回进攻 佛祖今山 安瑟开始疯狂地进攻 甚至挥动手中箭 路周适时地祭出魏明顿 挡住红击箭 就这样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直至安瑟的速度大减 有些气喘地后退了一步 不甘地看着淡然而立 丝毫没有变化的路周 路周看了他一眼 够了吗 安瑟一阵无语 张公公 陆千山 以及观战的重大内高手 更是难以置信 不够 永远都不够 还我命格 安瑟沉声呲哑道 以剑刺了过去 失去理智的安瑟 哪里还有半点思考能力 就在这时 路周突然挥袖出掌 和刚才安瑟一样的打法 几乎一模一样 残影掠过安瑟 唯独不同的是 速度更快 难以捉摸 五道残影一顿 掌印打出 在极致的速度下 就像是五人同时出掌似的 五掌落在安瑟的身上 金沙一命格 获得六千点功德 金沙一命格 获得六千点功德 五次提示 五掌结束 众人看懵逼了 那些是其为偶像的 大内高手 看傻了眼 华丽的打斗 激烈的对拼 甚至以为 吊打对手的场景 一概没有出现 大内第一高手 就这么倒了 安瑟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万安宫前安静了下来 陆周看也不看 躺在地上的安瑟 回头倒 还不带路 是是是 张公公一个机灵 反应了过来 脊背不知何时 浸满了汗水 陆千山一时 咽了咽口水 深吸凉气 不对了 众人朝着 万安宫殿走去 陆千山路过 安瑟身边的时候 看了他一眼 叹息道 三百年时间 从一鸣格到十鸣格 你是天才 一个呼吸的时间 从十鸣格 降为零鸣格 你应该很后悔吧 安瑟向上吐出血剑 一把抓住了 陆千山的腿 血手印 印在了陆千山的衣服上 他到底是谁 陆千山摇摇头 叹息道 摩天阁 陆阁竹 丝无牙见怪不怪 跟在师父身旁 师父 为何不杀了他 留下他 比杀了他更痛苦 他自诩天才 拿了他的命格 只怕比杀了他还难受 不过留下他也好 他师父去过太虚 兴许能问出点什么 这倒是提醒了陆忠 见了皇帝得好好问了呀 张公公被吓得走路都不稳 颤颤巍巍的 像是老头似的 不对 像是老婆似的 陆千山急步跟了上来 宫殿前 张公公习惯式地 停下脚步 正要尖锐地喊一声 陆将军觐见 谁知 陆舟直接拂袖副手 迈入大殿 这 使不得 使不得呀 张公公急得都哭了 丝无牙将其推开 张公公 你是真蠢还是假蠢 到现在还没明白 谁是该来见谁 陆舟静止走了进去 陆千山一听心想 的确是这脸 都已经死破脸了 凭啥还要照顾你皇帝的地位和尊严 摩天歌阁主是谁呀 入了大殿 墨尔贴正在把玩器物 一转身看到了静止走来的陆舟以及陆千山 还有满脸哭腔的张公公 眉头一皱喝倒 陆千山 你好大的胆子 陆千山站直了腰杆 也不下跪 陆下 臣 牛是要见您一面 你还知道自称臣 这是谁 墨尔贴声如红钟 响彻大殿 陆千山眼珠子转了一下 鬼使神差的道 陛下 这是我陆家祖宗 既然要抱大腿 那何不将这一切都坐实了呢 哼 管他真假 陆家现在是存亡之求 若能背靠大树 以前问题迎刃而解 更何况陆阁主和陆真人几乎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既先祖出了告慰先祖 不就是希望祖上能庇护后人吗 第1238章 陆舟醋眉 思无雅也跟着醋眉 张公公干脆张大了嘴巴 看向陆千山 哎 这 这个玩笑 可开大了呀 这个玩笑开的确实有点大 作为大员的功臣 昔日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能有今天的地位 靠的就是陆家祖上和他自己的努力 祖宗的光环覆盖了太多年 哪怕这光环逐渐暗淡 也无法改变人家的出身 人就是这么奇妙 不管走到哪里都喜欢比出身 来自地球的陆舟 深有体会 他知道 陆千山这儿在攀关系 陆千山也知道 陆阁主这次来就是为了陆家 黑黄木耳贴目光寻来 将每个人都打量了一下 最终落在了陆舟的身上 沐尔贴向后亮抢后退了一步 张公公一惊 连忙上前将沐尔贴搀扶 这个举动引起了丝无涯的注意 沐尔贴将张公公推开 这没事 他的目光从陆舟的身上移开 看向陆千山 陆将军 你觉得这是傻子 陆千山一脸茫然 陆下何出此言 这时 万安大殿外的大内高手 蜂拥入内堵住了门口 立三层外三层 尽是大内高手 什么进军侍卫 将万安大殿包裹得 严严实实 水泄不通 他们知道 对手的修为很高 但谁让万安宫里 住着的是他们的主子呢 滚 陆千山回头喝了一声 声音在大殿外回答 陆千山是大将军 声音浑厚无比 不是太监张公公所能比拟的 这一道阴公阵的众人 耳膜刺痛 紧张不已 穆尔贴再次看了一眼陆舟 见其不为所动 面色平静 便朝着殿门口挥挥手 都退下 大内高手尽数退出 退是退了 可都在殿外围着 只要陛下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冲上去 哪怕是死 人群退出 大殿内恢复安静 穆尔贴看向陆千山说 祖宗 即便是兰西和那个妖女 长寿不会过万年 你祖上三万年不死 还能拥抱青春 站在朕的面前 那陛下刚才慌什么 这个反问令穆尔贴眉头一皱 斯乌牙观察入微 也看到了这一点 陆将军 黑皇陛下看过 这书房里的画像 绝不可能 那书房 除了我和老江 没人进去过 能看见这画像的 也必须是陆家的 直系子孙 家父早年病逝 谁人能看到 陆家人直知祖上光辉 却无人知道 他老人家的长相 连陆离都没这个机会 那么请问陛下刚才 慌什么 大胆 陆先生 你用这种态度和口气 跟朕说话 他转头提高声音 安色 无人应答 殿内殿外 今世死寂一片 暗色 黑皇再一次提高了音量 张公公实在忍不住 上前低声道 陛下 暗色永世 他 他 已经 废了 废了 这位 是摩天阁的路阁主 久闻不如一见 曾几何时 穆尔帖将陆周这样的人物 奉为黑莲当世 能与其比肩的修行者之一 各路的传言表明 摩天阁的阁主 那是德高望重的人物 穆尔帖又想起了兰西河 虽未见过 却听说兰西河能永保青春 他自己也是修行高手 利用大员的资源 稳坐江山 没有一点老派的模样 陆周开口道 区区十命格 老夫尚且不放在眼里 老夫 言外之意 暗色就是陆阁主飞的了 这言谈局局 必是长居高位扬成 绝非一朝一夕 穆尔帖的神思有些恍惚 我的目标本来是大都城的陆家 怎么就招惹了摩天阁的阁主 还不赶紧给陆阁主安排座位 是是是是是 张公公连声道 不多时 带着宫女和太监准备好了座椅 穆尔贴虽为皇帝 却也不好意思返回龙椅 为表示尊重 便坐在了对面 世俗的君臣之礼 对顶尖的修行者 没有太大的意义 入了座 摩尔贴手 陆阁主 久仰久仰 废话便不多说了 你知道老夫来这里的本意 朕 真不知道 老夫做事向来恩怨分明 老夫并非陆家的祖上 但陆千山取老夫蓝水晶作为回报 陆千山便不能死 穆尔贴听到蓝水晶三个字的时候 心底掠过了一丝惊讶 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陆千山一眼 这老狐狸 心机可真神 原来是利用蓝水晶 抱上了摩天阁的大腿 既然陆阁主说这话了 朕岂会不给面子 朕便免他一死 除此之外 陆府上下保留原有地位和待遇 别的 你看着办 这件事过后 黑黄不仅不能暗中谋害陆千山 还得想办法保护 否则出了事 那就是他的问题 摩天阁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摩尔贴手 陆将军报效朝廷 乃国之重臣 他若有事 陆阁主尽管来找朕 陆州回头看向陆千山 你可满意 满意满意 多谢陆阁主 多谢陛下隆恩 谢陆阁主是真心实意 谢黑黄是给他台阶下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陆州画风一转 转到了最初的话题 你见过陆千山书房里的画像 有何目的 黑黄木耳贴只能如实道 查找蓝水晶的下落 如此宝贝 人人都想得到 既然在陆阁主手中 那朕便放心了 你是一国之君 这么多年 没找到过蓝水晶 表面上流传的三份都知道下落 还有三份在萧云河手中 剩下的三份完全没有线索 黑黄既然对这东西感兴趣 数百年来都在追查 甚至不惜派人去陆千山的府邸调查 总该有一些线索呀 穆尔贴摇了下头 蓝水晶蕴含太虚气息 这样的宝贝只怕与朕无缘 丝无牙拱手道 可否容我一眼 穆尔贴有些不悦 他与陆阁主说话 自然是不喜欢别人随便插嘴 然而陆州却适宜道 讲 陛下花了三百年时间追查蓝水晶 不可能没有所得 而且我笃定 陛下手中至少有一份蓝水晶 陆千山没有那么大的文化和修养 听到丝无牙说出这话 心中舒坦 第一件239章 陆千山暗自私存 要是陆阁主真是陆家的祖上 哎呀那该又多让人震撼呢 他又摇了摇头 哎三万年了 怎么可能呢 穆尔贴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陆千山 又无可奈何 只得解释道 朕乃一国之君 岂会细言 朕若是有蓝水晶 何必再去寻找 不 你肯定有 斯无牙没有用尊称 而且很笃定 很自信的道 你肯定有 这就很玄学了 说真的 陆千山都不确定黑黄有没有 只是觉得大概率可能会有 这才故意把陆家和陆阁主绑在一起 他知道陆周在找蓝水晶 今天也是本着与死网破的心态与皇帝对峙 不成功变成人 就算斯无牙不开口 他也会想办法挑明 陆周也很奇怪 他过了六命阁 五感六十惊人 也没察觉出太虚气息的存在 那这个老七是怎么知道的呢 穆尔贴说 这位是摩天阁第七弟子 我之所以肯定陛下手中有蓝水晶 有以下理由 其一 陛下亲眼看过陆家祖上的画像 要么是有人把画像带到陛下面前 要么就是陛下亲自去了 我不认为一个精通作画的修行者 有时间当场临摹下来 也不认为画像丢了 陆千山察觉不了 所以陛下亲自去了陆府 一股尴尬的气氛弥漫大殿 穆尔贴的表情有了变化 这个细节一深挖起来 真是满满的恶趣味 堂堂一国之君 竟偷偷摸摸地潜入他人的房间 陆千山都没往这细想 穆尔贴表情不自然道 那也说明不了蓝水晶在朕这里 其二 家师问及蓝水晶的线索时 陛下原话是 蓝水晶蕴含太虚气息 陛下是怎么知道蓝水晶蕴含太虚气息的 蓝水晶告诉陛下的 还是大明的国师 又或者是萧云和 正好家师都认识他们 可以当面问问 穆尔贴一阵无语 其三 家师曾经拜访过蓝塔主 蓝塔主曾说过 蓝水晶是从太虚中带出 原本是生长太虚种子的土壤 离开未知之地自动成精 只有亲眼见过他的 才知道他的秘密 厉害了 陆千山看着黑黄一脸憋屈的模样 心里更舒坦了 就连陆周也觉得怼得好 这以后还是得带着走气出来啊 老四那滑头更适合出去跑 穆尔贴解释道 此言诧异 安瑟的师父 曾参与过太虚计划 且当年参与太虚计划的人很多 有人靠近过太虚种子 也有人见过蓝水晶 知道这秘密不足为奇 四无雅早就料到了 他会这么说 继续道 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自幼跟随家师修行 深爱一种绝学 名为旺气术 此术可观人修为和气息 我已经观察过陛下 陛下的身上就有太虚的气息 穆尔贴一惊 抬起手臂 闻了闻 有吗 这不闻也就罢了 一闻可就尴尬了 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呀 四无雅还没结束 继续道 陛下的身上有莫汉莲 清代的气味 还有少许火莲草的气味 他朝着穆尔贴走进了一步 鼻子耸动 闻了闻 火银树花心的味道 穆尔贴脸色越发惊讶 陛舟本想使用神通看一下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四无雅说 这些都是收敛太虚气息用的药物 火莲草生长在红莲地界 是那边独有的草药 陛下居然连这种草药也有 穆尔贴被四无雅怼得彻底说不出话来 只得叹息一声 啊 呃 佩服 佩服 朕这里的确有一份蓝水晶 四无雅笑而不语 穆尔贴看向四无雅说 红莲是被黑莲倦养 有那些草药不足为奇 大唐的府国公崔安便是朕的人 陆舟拂袖而过 掌心里出现了一枚古铜色的戒指 此物为冥王剑 品杰至少荒稽 你是帝王 正好很适合你 算是对蓝水晶的回报吧 冥王剑 品杰未知 可大幅提升战斗力 穆尔贴脸色僵立一下 白塔审判难攻玉天的东西 你知道此物的来列 此物可短时间内 提升挫战能力两倍 大幅提升战力潜能 陆阁主 真愿意将此物赠予朕 如此甚好 老夫还以为你会嫌弃 从现在开始 他属于你了 穆尔贴的眼皮子 再次跳动 但还是挤出笑容 多谢陆阁主 第1240章 得到蓝水晶 陆周不打算继续留在这里 穆尔贴继续笑道 陆阁主 摩天歌与王庭 也算是不达不相识了 继后 还望相互扶持观照 好说 老夫最欣赏识趣之人 你配得上大元王庭的帝王 说完 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陆前山只是朝着穆尔贴 象征性地拜了一下 跟着陆周朝着外面走去 送一下陆阁主 穆尔贴连忙道 不用了 陆周来到殿外 踏空而起 要走出去 那得猴年马月 飞吧 陆周斯乌鸦和陆千山 一同飞离了王渡 穆尔贴的那张笑脸 这才拉了下来 身子气得直颤动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陛下 陛下 息怒啊 陛下息怒 朕苦苦寻找的蓝水晶 就这么没了 陛下不必自责 陆阁主说的也对 那东西留着无用 换了冥王戒 也算是发挥价值了 冥王戒 穆尔贴伸出右手 他的右手无名纸上 也有一个戒指 只不过是碧绿色的 他将冥王戒 攥在掌心里 无名纸上的戒指 亮了起来 两者一碰 那棕色冥王戒 化为碎渣 真正的冥王戒 在朕这里 穆尔贴随手一挥 碎渣散落一地 张公公哆嗦了下 看着地上的碎渣 这 假的 张公公的修为 虽然不如黑黄木耳贴 但也算是有些眼力 那棕色的冥王戒 怎么看都不像是假的 他连忙弯腰处理那些碎杖 仔细看了下 上面的阵纹简陋了些 也蕴含能量 品质上看 应该是件不错的宝贝 他偷偷回过头 看了一眼陛下无名纸上的戒指 心中会议 陛下 他们摩天阁太欺负人了 居然用假戒指 骗去蓝水晶 穆尔贴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这狗奴才 人在的时候不见你叫 人走了 叫得欢快 这不是给陛下您 出出气吗 这 也只能背地里尝一尝口舌之力 他能坐到这个位置 又岂是没有一点眼力劲 他的身上蕴含了一国之帝王 该有的优缺点 足够狠辣 该无情是无情 雷厉风行 不优柔寡断 有大局官 能负他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他能翻脸杀昔日的功臣陆千山 也能低头拉拢摩天阁 黑塔被集体降格 白塔兰西河据说也吃了败计 黑药联盟的盟主也当了缩头乌龟 这时候再与摩天阁为敌 非常的不理智 半空中 陆周回头看了一眼紧随其后的丝无恙 为师不计地教过你忘记书 这是徒儿下边乱造的 为的就是虎猪黑黄 陆周和陆千山都懵了 结果黑黄还真就上当了 不服不行了 陆千山好奇的 这个可以忽变 但是那些草药变不了啊 巧了 我照古吉做过收敛气息的丹药 四无牙手 同门的气息 基本就是靠他的丹药 才隐藏了太虚气息 陆千山朝着陆周道 还把陆阁主不要见怪 我也是故意那么喊的 目的就是想挑出蓝水晶啊 下不为例啊 陆千山停了下来 莫道了一声老祖宗保佑啊 回到陆府 陆夫人已经在客厅等候了 见众人归来 陆夫人和老管家一同出来迎接 老爷 您没事吧 陆家的处境他们都很清楚 生怕有一天陆千山去了宫里 就再也回不来了 陆千山笑道 我没事 从今往后陆家都不会有事了 可是 难保王庭以后不会对付我们呀 陆夫人担忧道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更何况这里是天子脚下 思乌鸦笑笑说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 黑黄当着家师的面 承诺过不会再为难陆家 那就一定不会为难 不仅如此 他们还得想办法保护你们 陆夫人和女眷们听得一头污水 陆千山却笑道 她说的对 快快快 都别愣着 被最好的酒席 我要亲自招待陆哥主 陆周不是很喜欢热闹 不必了 陆千山会议 令人清理了单独的别院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就连陆府的家眷 也不得轻易踏足 傍晚 房间中 陆夫人拉着陆千山 小心翼翼道 老爷 这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 今天听老江那么说 应该是哪个 修行大宗门的 年轻后生吧 嗯 的确是来自 修行大宗门 老爷 你看咱们家玉儿 也不小了 这话刚说起来 陆千山眉头一皱 用极其严肃的语气说 哎 我警告你 这种话不要再提 嗯 好吧 修行者达到一定层次啊 已经不是用年龄和外貌来衡量 陆各主看着年轻 实则 大逆数千年 陆夫人一脸蒙逼 陆府别院中 肆无压攻身道 师父 徒儿有个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没了太虚气息的蓝水晶 已经失去了价值 师父为何要收集他们 他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这蓝水晶共有九份 而不是六份 九份蓝水晶全部收集其 可得太虚气息 斯无牙 按道了一声 原来如此 师父 若是需要太虚气息 徒儿愿意奉上 他单膝下跪 认真道 陆周的目光 落在了斯无牙身上 你有什么想法 为师岂会不知道 事到如今 为师也没什么好瞒你 你们的太虚气息 本就是为师所赐 此言一出 斯无牙吃惊抬头 当斯无牙得知 摩天阁弟子们 都有太虚气息的时候 他也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他隐约猜到了 和师父有关 但师父只字不提 也就只好作罢 今日师父亲口承认 岂能不经 难道我们身上的太虚气息 都来自蓝水晶 陆周摇了摇头 斯无牙一阵无语 蓝水晶本是生长 太虚种子的土壤 汲取了种子的少许气息罢了 还记得你们加入摩天阁的时候 为师给你们服用的丹药吗 陆周副手而立 淡然说道 震撼感再次爬上心头 斯无牙有些难以置信道 太虚种子 没错 除了渊儿和海螺以外 你们的天赋都很一般 老三和老八的天赋 更是无法进入休息 为师曾孤身前往未知之地 带回太虚种子 使得你们逆天改命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